花蓮县政府交开灾后建筑物若诚补强计划说明会 邀集了莲花艺术广场公寓大厦树护道场 由台湾省土木济师工会来协助住户了解 私有建筑物耐震若诚的补强补助流程 县政府也特别在会议中说明了 灾后相关的慰问金和补贴方法 现在学员表示当时0206地震发生之后 社会各界的上狂慷慨相助 为当时住宅耐震补强计划带来宝贵资源 在在后附件的工程当中 县府成立专门处理善款的委员会 由医疗建筑土木财政律师 以及熟人工部门运作等人士组成 共同参与在后附件的决策以至执行 0403地震之后感谢各界爱心涌入花莲 县府会全力以赴积极协助收贷户重建家园 现在学员表示 对集合式住宅红丹黄丹的说明会 县府将在10月18号以前 依需办理7个厂次的说明会 以便相亲了解修缮计划 之后也会针对其他类型建筑 请说明修缮跟重建 需要大家共同来讨论才能够走下去 大家一起来努力 你们这个负易精华的这个屏幕 当然我们可以提供给各位 这个都没有问题 那停不完之后 它就会依照这个屏幕的 这个之后的这个受损程度 去张贴危险标记 大概是这样子 不过 当然江老师的简报里面 大概就是提到说 像各位也一直听到 人家说这个天王星的情形 那其实天王星大楼 它在之前2006地震之后 它是有受损的 那有受损之后 他们是有去做修缮 但是他们没有去做俯墙 所以这个修缮跟俯墙 其实是两件不一样的事 修缮是把我们坏掉的 这个部分去把它修好 那我们当然恢复到这个建筑物 它没有数换钱的 可以使用的状态 但是我们建筑物要能够提升我们的耐震力 那就必须要去做耐震補强 因为刚刚老师有提到 就是说一个很重要 就是我们的耐震的法规 在9月1地震之后 我们有进行过一个提升 所以旧的建筑物 它是用旧的耐震法规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样 让我们旧的建筑物 提升我们的耐震的标准 能够跟现在的建筑一样 那么它就可以抵抗 这个比较强大的地震力 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耐震補强最重要的原因 建筑署也提醒乡亲0403地震发生 实际居住在宏丹黄丹禁住屋住户 可以申请0403正在受灾户租金补贴 无限所有权人 也不需要涉及于宏丹黄丹禁住屋 补助额度以实际居住人口3人以内 每月租金补8000元 每增加一口多2000元 每月租金补贴最多以8人为上限 记得继续发生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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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生